看着粉专上的照片真的很无奈 因为手上的商品根本不是自己代言的 外科医师江坤俊时常在脸书分享健康资讯 死忠粉丝多 但却常被不孝业者到图卖商品 这次更夸张直接被冒用身份 江坤俊医师紧急在第一时间发文澄清 同时也去报警 但大多卖家都在境外抓不到人 过了三个礼拜 每天仍有不少粉丝受骗上当 只好不厌其烦一一回复粉丝私讯 尽管再三强调澄清 但脸书上假网页购物诈骗人层出不穷 受害医师不止一人 我现在都不敢po po进去等一下又被拿来当他的体材 被盗图盗到心里蒙上阴影 都不敢在社群平台上发文 终于是吴明珠说 就怕又让民众误买 误用后送医 我们还碰过那个贴到那个肚脐贴的 那个贴一贴就得晕倒送急诊 所以这些东西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造成大家这个困扰 吴明珠说法律管不了 只好靠自己呼吁等待蓝勾勾申请完成 提醒民众有问题就先联系诊所端 同样受害的还有许兰芳博士 其实这些原因最好找出来的方式就是去问医师 最美性学博士许兰芳知名度高 诈骗集团直接把商品换成他的照片 大辣辣卖保养品还有各种药品 让他紧急在脸书发文澄清 医师具有公信力 最容易被诈骗集团拿来招摇撞骗 民众购买时还是一群正常管道 才不会被骗财又伤身 TVBS新闻黄国伟章 启云台北 蔡冯莫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